张灵鹤在其古装新作,被伴于赵瑞斯领衔朱光宝妾提上日程 众所周知,张灵鹤是娱乐圈近几年备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古装热门小生 他先是凭借着苍蓝角中的长横仙君一角,在古装剧领域展露头角 后又凭借着在云之语《虎鹤妖师录》《明安如梦》这三部古装热门剧集中的精彩演绎 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成为了娱乐圈近两年炙手可热的顶楼小生 今年,张灵鹤再次凭借着杜华眠这部作品,积攒了不俗的观众员 如今的张灵鹤,已经算是口碑爆棚,热度爆表,扛剧一流的剧抛联演员 每次出现都能带给广大观众与众不同的角色体验 因此很多观众都很期待他的带播作品《四海众名》 目前《四海众名》已经提上预热上线阶段,被爆将于8月初上线 不得不说,张灵鹤就是古装装业护的人生赢家 每年都有一部爆款剧集上线 但随着张灵鹤人气的飙升,他的古装资源也越来越优质 目前,已经有一部名为朱光宝切的古老剧,已经开始死磕张灵鹤 张灵鹤在其古装新作,被爆宇赵瑞斯永贤朱光宝切提上日程 朱光宝切这部作品集齐了命运元素,朝堂纷争 主要讲述的是女主傲娇,因叉扬错替男主神宇州挡刀 结果却男主误认为是一个,只想用肉体上为女子 最终女主意外咒牙,选择用准太子妃的身份,报复男主的故事 在朱光宝切这部作品中,男主前妻对女主误会很深 不仅在夜里屡次侮辱女主,还把女主当作婢女看待 甚至还因为一个新妻女的出现,残忍抛弃了已经怀有身孕的傲娇 至于女主傲娇,前妻是一个寄人篱下,痛苦不堪,忍辱负重的婢女形象 后期却是一个雷丽风行,心狠手辣,有仇必报的准太子妃形象 只不过女主没有想到男主曾发芬般的寻找自己 更没有想到那个心机女是男主的大嫂 说白了就是男女主因为种种误会,发生了一系列痛苦且复杂的情感故事 如此有趣且复杂的剧情设置,肯定会无限放大张铃鹤的个人魅力 再加上张铃鹤在强制爱这个赛道非常给力,肯定会赋予神宇宙这个角色有趣的灵魂 至于女主赵乐斯,她以往的古装形象,几乎都是古灵精怪的人设 这次,赵乐斯在珠光宝窃这部作品中首次挑战梅力风行 气场全开的复仇者形象,肯定会刷新广大观众对她的认知 再加上赵乐斯古装经验多变,打戏干净利落,眼神细腻林顿 肯定会把女主前后的巨大反差,演绎的淋漓尽致 相信以她的颜值和实力,肯定会和张铃鹤碰撞出很多有趣的火花 为朱光宝窃这部作品提供人人不断的话题和看点 此外朱光宝窃剧芳还邀请到了许林顿,周俊伟这两位实力派演员 肯定会让广大观众大饱眼福,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02.赵乐斯带火一种新的穿搭叫全黑上衣叠穿,脚踩坡跟羊鞋有气场 近期,我们发现赵乐斯穿上了一套全身上下都是黑色的叠穿衣服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它成为了大家眼中最新时尚的焦点呢 这套全身黑色的装扮展示了它对于时尚独到的见解和眼光 以及在拍摄新电视剧时的卓越品位 在时尚圈里,全黑的打扮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经典之选 而赵乐斯却巧妙地把各种元素结合在一起 打造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时尚风格 黑色在时尚界通常被视为优雅与低调奢华的代表 所以有很多时尚达人都喜欢它 赵乐斯的全黑造型,就充分体现了它对简约而不简单这个说法的深入理解 它亦用不同的材质和设计进行叠穿 既保留了整体的优雅气质,又让每一个小细节都展现出它独特的个性 它挑选的那搭是一件紧身的打底衫 然后再披上一件黑色的印花背心 这种混搭的方法让整个人看起来层次分明 视觉效果十分丰富 这样的叠穿方式无疑显示了它对时尚的敏锐洞察力 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欣赏,都会觉得它的穿着既有大胆的一面 又充满了优雅的韵味 接下来,它搭配的黑色长裤和黑色高跟凉鞋 更是让它的身材比例显得更加完美 高跟凉鞋的设计注重舒适度 同时也给整个造型增添了一份复古而优雅的味道 让它的气质瞬间提升了好几个段次 每次看到它这么穿,总是会让人觉得它自信满满 仿佛和时尚潮流融为一体 说到黑到底的穿搭,赵沃斯可真是行家 他身着全黑装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就算只有一种颜色,也能来出许多花样来 黑色的衣物称得它的皮肤更加白心动人 同时也展示了它特有的气质 而且,它还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不同的单品 让整个造型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也更符合它的个性 不管是黑色的连衣裙,还是黑色的西装 甚至只是简简单单的黑色T恤 经过它精心搭配之后,都会变得意义生辉 独具特色 这种全黑的设计无疑让大家看到了赵沃斯卓越的时尚品味 以及他对于个人风格的执着中求 他通过这些别致的搭配方式 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 时尚不仅仅是中感潮流 更是每个人通过独特的穿着打扮来表达自我的重要途径 赵沃斯最近分享到网上的一组全身黑色装扮照片 立马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争相模仿 他运用独特的叠穿技巧 把各种各样的黑色单品巧妙地搭配在一起 打造出了一个视觉效果丰富多样 既新颖又不失优雅的时尚形象 全黑的搭配虽然看似平淡无奇 但因为选材和款式的精心挑选 反而更加新颖眼球 他的内大选择了贴身的黑色打底衫 外面再配上一件充满趣味性的黑色印花背心 这无疑脱显了他的个性和品味 这种别具一格的搭配方式打破了传统全黑造型的沉闷 让人眼前一亮 充分展示了赵乐斯对于时尚的独到见解 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 他成功地让全黑穿搭在色彩上保持了和谐统一 同时也在风格上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 让人们感受到了时尚与个性的完美融合 正因如此 他才能在众多时尚造型中脱颖而出 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穿搭灵感 赵乐斯的全黑穿搭不仅仅是他个人风格的体现 更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当下年轻人的时尚潮流 使得黑色在现代时尚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赵乐斯最近可是火爆全网啊 他那身从头到尾都是黑色的叠穿造型 仿佛就是一股逆袭的潮流 啥意思呢 他这不是单纯的换个时装 还把个性和自我表现出来了 就像是给我们的穿搭来了个360度大转门 你想想看 全身黑色的他走在街上 每个角落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散发出那种神秘又优雅的气质 简直要亮瞎咱们的瘾啦 这次在行李 赵乐斯真的掌握了简洁而不简单的时尚味觉 展现出了他那超于常人的敏烈搭配技巧 他巧妙地运用各种材质和设计的相互结合 在经典的黑色中打造出丰富的层次感 让他的气质和魅力更加凸显 这样的穿搭方式 不仅打破了传统全黑搭配的沉闷 还给穿着者带来了更多的时尚可能 他的这一形象 也在不知不觉中激发了很多女生 去尝试自己的穿搭风格 让大家都能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小秘密 赵乐斯可不仅仅是在炫耀衣服 他更是在传递一种自信的穿衣态度和生活方式 他的全黑穿搭 就像是当代时尚和个人表达的完美人和 经历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穿搭风格不断升级